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再上去开始唱 随后 纪录片走出荣耀团队 像陈玉琪的爸爸播放了一段女儿在上海队训练早期的画面 哇 这个视频太珍贵了 我感觉还是好小 好小 这去领备吧 这个能发给我 我想保存一下 好 女儿她就一直牵手 玉琪妈妈说 女儿对家里从来是报喜不报忧 除了跳水队每年的开放日 他们能看到女儿训练的机会也非常少 有点辛苦 但是 但是这也是她的 作为一名运动员 她自己作为一名运动员的话 这是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非常喜欢这段视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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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上海队出身的石美琴为中国拿到了第一块跳水世界杯金牌 90年代又涌现出王毅杰、王天玲这些男子世界冠军 而后 吴敏霞火亮横空出世 上海跳水选手登上了奥运最高领奖台 其中 其中 吴敏霞更是缔造了四届五金的奥运奇迹 上前多休息 听到了吧 要睡觉的时候注意早点休息 来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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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琴说 陈雨昕说 陈雨昕身体条件优越 更难得的是脑子聪明 学习能力强 而且胆子很大 敢于挑战 2017年年初 十一岁的陈雨昕进入上海跳水队视讯 岸上训练是跳水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体能之外 岸上技巧训练可以帮助运动员熟悉动作 适应空中翻腾转体的感觉 在保护带的帮助下 运动员会逐渐适应倒立旋风 克服高空下落的恐惧 为了提高岸上训练的防针度 跳水队还配备了蹦床 海民池的辅助期间 站起来边地步 到处而已就可以了 走好 掃心 最后那一下 所以它就必须得要 跟你的规律得要相反的 所以就得要靠训练 路上不练的话 人的这种空中的感觉 它都会受到影响 练的这一些辅助性的训练 就是为了保证 水上的这些专项的训练 所以说方方面面都得要具备 你不能拉下一个环节 虽然陈雨昕开始跳水训练已经五年 但主要是在打基础 刚进上海队的时候 她的大多数动作 还在练习诱导动作阶段 陈雨昕正在做保护态模拟练习的 10米跳台207C 是最开始练的几个完整动作之一 这组动作要求运动员从10米台跳下 完成向后翻腾三周半 期间双手抱息 这组动作是上海跳水队的看门动作 所有想要入队的运动员 必须先过207C这一关 然而这个动作却是个名副起始的高难度动作 难度细数打3.3 即使在奥运赛场 女子选手也极少跳出难度细数3.5以上 上海跳出难度细数3.5以上 那年儿童节 还没满十二岁的陈玉希 第一次上台尝试二零七C 被教练拉到身边训 算是上海跳水队 对优等生的特殊待遇 这不好点吗 吓死了是吧 啊 吓死了是吧 这东西做了没有啊 啊 啊 吓死了 你现在哪知道啊 都得得 啊 啊 吓死了 吓死了 我猛的 我吓死了 你吓死了 啊 我这懂是吧 越害怕越是这样 我告诉你啊 啊 你越帮我看得起来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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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空掉落的恐惧 对高难度的畏缩 都是人的本货 而只有克服这些恐惧 才可能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因为害怕 动作变形 再次失败 没有惊喜 摔过了 舒服了 你就清楚了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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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自己下起 你都不是自己下起吗 有那么难吗 对 看来这么就对了 对 再几次 三次 那不是就行了吗 那不是很清楚吗 动作 好 好 好 我讲下去 请坐 对 这个年龄的运动员 往往很难自己战胜恐惧 这时教练员就不得不推一把 逼一下 这种眼力 施主鞭策 也是帮助 来 敌敌 押 - 再来 - 再来 在一次次的摔打和反复中 运动员不断熟悉 视力克服高空坠落的恐惧 在一次一次的岸上训练中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技术水平不断地提高 原来高不可攀的难度 也开始变得伸手可及 两个月后 陈玉希又一次挑战十米跳台 二十七三 来 轻松一点 叔叔 看目标 找定位 这次 扁铁的陈玉希和严厉的教练都笑 在这儿清楚了吧 那一清楚就没事了 对吧 然后再慢慢去加点数就行了 知道吗 陈玉希的二零七C已经出具水准 可以以正确姿势入水 教练告诉我们 相对而言 陈玉希在统领人中 并不是学得最快的 但却是学出来的动作效果最好的 心灵犹 第一步 好 徐家会体育公园正式开始开工改造 项目将对原来的上海体育馆 上海体育场 上海游泳馆 及临近的东亚大厦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规划范围内其余建筑拆除 打造全新的专业体育设施 和市民体育公园 最终成为世界级的体育中和体育 为了配合改造工程 上海跳水队必须搬离东亚大厦 搬到了十公里以外的梅龙基地 我们原来这边有个基地 游泳的项目都在这边 游泳 水球 花游 都是在这练的 后来搬到青埔那边 完了以后其他队就搬过去 搬过去 然后我们就留下 挺长时间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真 真 确实是很有感情 从我初中时期就开始在这 你知道我做教练了 结婚生孩子了都还在这 今天要搬了肯定是不舍得的 你在这里来不许几年了 八年 八年了 突然之间这里要搬了 你感觉怎么样 挺遗憾的 在训练馆外 陈玉希也和同龄的女孩一样 喜欢看综艺节目和偶像剧 中国队的陈玉希和张家琪 现在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牌 此时没有人能想到 四年后 他能代表中国 站上奥运的最高领奖牌 中文字幕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